168断食法是最常见的饮食控制方式,但很多人都以为只要在断食期间的16小时不吃,8小时任意狂吃,就能燃烧脂肪,帮助瘦身。 对此,营养师刘雅慧指出这是错误观念,并列出两大地雷,包括不做热量控制及营养素不均衡,小心不但没达到减重效果,还增加身体负担。 另外,她也提到,断食期间应以零热量饮品为基础,乳水、茶类、黑咖啡和无糖花草饮品都是好选择。 刘雅慧在粉砖营养师Emma发文表示,在执行168断食法前,要注意有两大地雷不要踩,其一是不做热量控制。 她说明,近18小时想到就狂吃,随意选择是不行的,因为不论是哪种减重法,创造热量赤字都是首要原则。 另外一个则是营养素不均衡,刘雅慧强调,均衡摄取六大类食物才能让食物好好消化,代谢和利用,一味追求热量却不注重营养素,只会为身体带来负面影响,不可不慎。 至于断食期间能吃什么?刘雅慧分享,基本上能不吃就不吃,或以零热量饮品为基础,例如水、气泡水、茶类、红茶、绿茶、麦茶、黑咖啡、无糖花草饮品、红豆水、玉米蓄水、黑豆水。 刘雅慧提醒,刚开始若无法适应168断食法,也可以先从1410断食法下手。 比较温和,因突然改变生活模式难以调适,也很容易中途放弃而前功尽弃。 另外,他也提到,慢性病,青少年及哺乳妈妈或孕妇。 千万不要乱事,最好在专业人士监控下执行才安全。 感谢收看,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 Todo必要 berderous人民帖内 性宜 Schutz客 这样子疑 lingu家 welcher Heather 其实你花现了 dela, 感谢观看